现在妈妈要讲的故事叫做老鼠宫奇遇记 从前,日本有一座大山 在山脚下呢,有一个小村庄 村庄里住着一对老公婆 老公公和老婆婆的心地都非常的善良 为人和蔼可亲 他们自己虽然很穷 可是却时时不忘记帮助那些比自己更穷的人 所以村庄里的人都很尊敬他们 老公公和老婆婆工作非常勤劳 彼此相敬如宾,过着勤俭朴实的生活 有一天晚上,老公公对老婆婆说 哎呀,这个冬天到了 我打算明天上山砍柴,准备过冬啊 老婆婆听了就说 好,那我帮你准备变的 中午可以吃 第二天一大早 老婆婆就起床 为老公公做了几个好吃的饭团 又用一个葫芦瓶装了香醇的酒 老公公带着老婆婆为她做的东西 准备到山上去砍柴了 老婆婆再三叮咛老公公说 别工作太辛苦了 累了就休息 早点回家啊 老公公微笑地点点头 就大步地往山上走去了 老公公一边唱着歌 一边走上山 她看到沿路开满了野花 空气又那么的新鲜 觉得心胸好开朗哦 到了山上之后 老公公就一边唱歌 一边砍柴 她的歌唱得太好听了 连最会唱歌的小鸟 都忍不住称赞说 老公公你唱得太好听了 我们要向您学习 到了中午的时候 老公公的肚子已经饿了 并且也累了 于是就拿出手帕擦擦汗 然后准备吃便当 老公公坐在一棵大树下 打开便当忍不住说 哦 好香的饭团哦 饭团有好几个 老公公先拿了一个 准备好好地享受一顿 没想到一不小心手一滑 手中的饭团掉在地上 顺着斜坡往山下滚下去 小鸟看到了 立刻对老公公说 赶快去追啊 那么像的饭团掉了多可惜嘛 老公公听小鸟这么说 觉得很有道理 就对小鸟说 好心的小鸟啊 我去追饭团啊 请你帮我看着其他东西好不好啊 小鸟回答说 没问题 助人为快乐之本 你赶快去追吧 于是老公公就顺着饭团滚下去的方向 连跑带跳地追了下去 老公公看到下面有一只小白兔在吃东西 急忙地呼叫 哎呀 小白兔啊 你快帮我把饭团给挡住啊 可是饭团滚得好快 一下子就从小白兔的旁边滚过去了 小白兔大叫道 哎呀 哎呀 来不及挡住了 老公公 哎 哎 加油啊 我跟你一起去追饭团吧 小白兔一路大叫 挡住饭团 挡住饭团 本团滚啊滚 撞到了一只梨猫的肚皮上 只听咚的一声弹了起来 又掉到地上 滚落到山脚下的草皮上 就消失不见了 梨猫大叫着说 哎呦 什么东西啊 打得我的肚子好痛啊 这个时候 小白兔也追下来了 他着急地对梨猫说 哎 那是老公公的饭团 哎 你怎么没有帮忙挡住饭团呢 梨猫不好意思地说 嘿嘿嘿 真是对不起啊 我太胖了 反应比较慢嘛 不一会儿 老公公也赶到了 他东瞧西望 奇怪地说 咦 这饭团子不见了呢 小白兔和梨猫 也帮忙老公公四处寻找 可是说也奇怪 饭团竟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当他们东找西找的时候 突然不知道从什么地方 飘来一阵音乐声 老公公觉得好奇怪 还以为是自己听错了 他注意地听了一阵子之后 就寻着音乐传来的方向找去 终于发现 草地的中央有一个大坑洞 音乐声就是从洞里传上来的 老公公趴在洞旁 静静地听着 发觉除了音乐之外 还有人在念着 咕隆咚 老公公 欢迎进来老鼠宫 老公公听见有人邀请他到老鼠宫 觉得很奇怪 难道说洞里有什么老鼠宫吗 老公公站起来 用脚想试探一下洞有多深 可是一不小心 整个人掉进洞里去了 老公公吓得大叫 救命啊 救命啊 小白兔和狸猫想拉住老公公 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老公公的身体 快速地往洞里滑落下去 这个洞好深好深 老公公沿着洞一直滑下去 好不容易才到达了洞底 砰的一声 老公公跌得四脚朝天 大叫着 哎哟 真是好痛啊 真是好痛啊 老公公忍着痛 爬起来向四处看一看 原来自己掉进一座 很漂亮的宫殿里 许多可爱的老鼠 正排队等着他 并且念着 咕隆咚 老公公 欢迎进来老鼠宫 现在啊 老公公已经知道 刚才在上面的音乐声 原来是从老鼠宫传出去的 这个时候 老鼠王走到老公公的面前来说 老公公 欢迎您到老鼠宫来玩 并且谢谢您那又香又好吃的饭团啊 老鼠王问老公公 最喜欢吃什么东西 老公公说 最喜欢吃汤圆 于是 老鼠王就吩咐老鼠们捣米 做成了老公公最喜欢吃的汤圆 老公公吃得津津有味 称赞说 嗯 真是好吃 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汤圆啊 真是谢谢你们啊 老鼠王又拿出了好酒 请老公公喝 然后叫老鼠们演奏乐器 唱歌跳舞给老公公看 老公公高兴得嘴巴都合不拢了 吃饱了之后 老公公对老鼠王说 老鼠王啊 这里真是老鼠的天堂 太好玩了 不过时间不早了 我该回家了 谢谢你们的招待 老鼠王说 好不容易才来我们老鼠宫 住几天再走吧 老公公回答说 谢谢你的好意 可是啊 老婆婆在家会担心的 老鼠王看见老公公 意志坚决 就不再勉强 于是就说 好吧 既然这样 我就不留您了 不过 我想送您一件礼物 请您一定要收下来 老鼠王吩咐老鼠们 抬出一把木锤子 送给老公公 老公公说 谢谢您啊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来了 这可是我要怎么出去呢 老鼠王说 不必担心 你只要紧紧地抓住我的尾巴 然后闭上眼睛 我就会带您离开老鼠宫的 老公公听了 就紧紧地抓住老鼠王的尾巴 然后闭上眼睛 突然耳边传来一阵阵 轰隆轰隆响响 身体不由自主地被拖上去 经过了几个弯道之后 停了下来 只听老鼠王说 老公公 您可以睁开眼睛了 老公公睁开眼睛 发现已经回到洞外的草地上 老鼠王向老公公说声再见 就跳进洞里去了 老公公本来还要上山去收拾 今天带去的东西 以及砍下的木柴 可是因为已经晚了 怕老婆婆担心 于是就决定明天再去收拾 现在只带着老鼠王 送给他的木锤子回家 老公公回到家里之后 就把今天在老鼠宫的事情 讲给老婆婆听 老婆婆听了很奇怪地问说 这个老鼠王 为什么要送给你小孩子玩的木锤呢 老公公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好奇地拿起木锤摇了几下 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只见木锤里掉下来 很多金光闪闪的金币 哦 原来这不是普通的木锤 而是一个会生金币的宝物 从此以后 老公公和老婆婆就不再贫穷了 而且他们又帮助更多的人 邻居一个贪心的老公公 知道了木锤的事情之后 决定也要去老鼠宫 向老鼠王要宝物 他带了饭团 找到了老鼠宫的坑洞之后 就丢进饭团 果然老鼠也邀请他进入老鼠宫 贪心的老公公高兴地 马上跳入洞里 在老鼠宫接受老鼠王的招待 贪心的老公公心里想 如果我能把老鼠都赶走 不是可以拿走老鼠宫里所有的宝物吗 于是老公公突然学猫 喵 喵地叫起来 老鼠们以为猫来了 吓得通通逃走了 这个时候啊 老鼠宫突然变得黑曲曲 贪心的老公公找不到出口出去 在那里面大叫救命 可是一直都没有人来救他了 老鼠宫奇遇记的故事已经讲完了 好不好听啊 好听 妈妈 后来那个贪心的老公公怎么了 因为一直没有人来救他呀 所以他就在老鼠宫里面饿死了 所以说人不可以贪心 好 再听一首音乐就准备睡觉咯 Good night Good night 我好听 好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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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